我的助理們現在在鏡頭外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圍了一大圈 大概現場將近20個人 然後超級大的團隊 沒有沒有20個人 對不起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在這邊嗎 他們逼著我說 老闆 最近在網路上 有很多關於你個人的迷因 你應該先自己好好的看一下 為什麼他要做我的迷因呢 因為我在網路上 發了一些激烈言論 說了很多髒話 一個小時之前 政治團隊在開會 我的一個同仁 非常抑正辭言的跟我說 老闆你應該尋求專業醫療的協助 他們明明知道我需要專業醫療的協助 但他們居然逼我 看網路上所有跟我有關的迷因 你為什麼要逼我啊 開心點 要做就做 今天你將從玻璃青蛙 蛻變成鑽石青蛙 來 我們馬上即將迎接這個第一章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不想看 來 我先講一下喔 其實這次網路上其實有人說 我們三個人很像 但我不太確定 它的很像意思是指長相 還是指核心價值 還是指其他的東西 但是把這三個人排在一起 對我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侮辱 不過無所謂 無所謂 沒有無所謂 我超級有所謂 我超級生氣的 不論如何 我認為 我們長得完全不像 而且我們做的事情完全不同 我們理念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時不時都會很喜歡講說 我是大顆粉 來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 你們覺得我算是大顆粉嗎 是的 請舉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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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還是一樣受制於我 所以他們的意見不算什麼意義 你要做看這個事情 你嘴巴要嘟起來 我們答案真的是一點也不像 對 如果今天啊 我真的跟柯文哲非常要好 我為什麼不老實 承認這件事情就好 我一天到晚要否認這件事情 講得我非常痛苦一樣 然後去年1月11號大選以前 我一個民眾黨的候選人 都沒有站台支持過 因為他們沒有來找我嗎 沒有 他們當然有來找我 好不好 但我一個都沒有答應過 我到底支持了什麼樣的人 大家去看一看我到底支持過哪些人 站過哪些人的台 如果我真的是一個大柯粉 老實講我想要接收的就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那一群的票的話 我幹嘛要做這麼複雜的演出 但是好啦 算了 這一點都不好笑對不對 不好笑 好 下一個 這張看過很多次了啦 對 他就說 綠色和平 跟綠色和平是怎樣 Greenpeace 你就是地球公民 做梗圖的人本身政治的Sense 就很低 把環團都打成一團 之前這個地球公民啊 他在選前的時候 曾經針對創業法 其實跟這個蔡英文 提出了比較不一樣的一些意見 因為是在選前做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認為地球公民 有特定的政治立場 但顯然不是綠色和平 所以做這個梗圖的人 我覺得政治嘗試 有點不夠啦 在這裡我先公開 跟黃國昌講個抱歉 這幾天我大爆酒的時候 其實黃國昌有來商量說 你還好嗎 但我到現在還沒回他 你回那麼多人 為什麼不回他 因為我無法說出我還好 可是我也不想說我不好啊 我想要等到我還好的時候 去跟他說我還好 我希望等下錄完這支影片 他就可以蜜一下黃國昌 好我等下就蜜黃國昌 我等下就蜜黃國昌 我等下就蜜黃國昌 你跟很多人講了你不好 但是你就是不跟他講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讚喔 真的有青蛙可以長這個樣子嗎 雞肉青蛙 好 那我先講這個圖本身 喔喔喔喔喔 你該幫我正常 我有 他這個不自然 不過我覺得很多人 都對這個事情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誤解啦 他們認為是因為王浩宇發文 我才生氣 其實不是 因為時間點不是這樣子 那個時間序是 三個月還是半年以前 我跟王浩宇其實在網路上 兩個人互相嘴了一下 那很久以前的事情 結果我後來最近 因為我發了一篇 支持霸函的一個影片 所以呢 有韓粉特別拿 王浩宇的這個 當時跟我對話的圖 來酸我 就說欸你看 你前後立場不一 所以其實我從一開始 我是在回應韓粉的觀點 雖然王浩宇最後也參戰啦 但是我其實 從頭到尾都沒有要 回應他的打算 因為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跟他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下一個 沒有其實這東西不好笑 明應該好笑才對對不對 是 但他其實陳述事實而已 對 對 這張是好笑 目前網路上 針對我這段時間的發表 有兩個主流論述 第一個就是我情緒抗壓能力太低 第二個論述是 我是政治精算師 其實我在做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治操作 然後清理我的粉絲 或者是支持者結構 這兩個論點 老實講我講哪一個論點是真的 哪一個論點是假 或兩個論點是假 大家一定不相信 因為我講話嘛 我他媽就是在操作 我他媽就是有病 所以我的話是不能夠拿來當個準的 可是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這兩個論點 只有一個可能是真的 因為我如果是政治精算師的話 我就不可能情緒抗壓力太弱 如果情緒抗壓力太弱的話 那我就不可能是政治精算師 如果你今天要評論這件事情的話 你只能兩個才一個立場 這兩個立場 我有點難以評斷傷害比較大 一個是壞蛋 一個是白痴 那到底我是哪一種呢 你們自行決定 幫你辦一個投票 幫我辦一個投票 就是花旗是笨蛋 還是一個白痴 這稍微有點好笑 前面都是把我的話全部翻出來而已 但這個的確有經過一些轉譯 但我覺得這先是要跟我個人的一個原則 就是 但我覺得大家也不一定會相信 其實我不太喜歡挑出特定的個人來嘛 因為很多人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比我弱小非常多 我知道我只要一講出一個特定的截圖 或什麼之類的 一定會一堆人去留言 然後去罵這個特定的個人 其實我不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事實上來講 也不是只有一兩個特定的個人 也不是只有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 而是在過去這一段非常長的時間當中 我每天固定都會看到幾則 對我的一些負面的留言 然後對我一些錯誤的解釋 都會讓我其實覺得有點難過 所以我也不會刻意去把那些人的圖截下來 所以你突然之間叫我 把這些人全部都弄出來 我覺得第一個 我不想做這件事情 第二個 我技術上有點困難 因為我必須要開始從頭又要開始翻 所有所有那些我之前看到的東西 天啊 會把所有的人講話的內容 全部截圖下來的人 我不會做這件事情啦 我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都是別人截給我看好不好 但是其實你不需要特別截這張圖 因為這樣是我早上隨手做的 你不需要真的有這張圖 所以你只是想傷害我 我居然我自己的助理這樣弄我 為什麼你明明是我修正我修正 我修正要弄死你 真的有這張圖嗎 有 那這個基本上這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目前網路上主流論述有兩種 所以這顯然是政治精算師派的嘛對不對 在很多的台派社團裡面 特別會講自己是台派的社團裡面 其實絕大多數的態度都給我非常惡劣 我必須要說這是我真實觀察到的一個現象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會 有時候會忍不住心裡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如果我愛台灣的話 如果我是一個愛台灣的人 為什麼一定需要像這樣的一個標籤 在我的身上 然後對我來說 其實那一天最開始的那個發文 如果有跟到第一分鐘的人 會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第一分鐘的時候沒有台派人 但是一分鐘後我按了編輯 我決定把它加進去 因為我那個時候怒不可惡 我那時候有一種就是說又來 它不是一個因為單一事件 就是說一個人的發言 而是我覺得我突然之間 在某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一直罵我 然後我常常有時候時不時的 看一下那些台派的社團 然後對我的一些評語 對我的某些截圖 然後某些論點 斷章取緯的說法之後 其實我覺得突然之間有一種強烈的憤怒 那是一個憤怒的累積 然後我忍不住就做了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你不會在乎 韓粉跟同派對你的批評 因為你本來就 對 我不會在乎啊 他們每天都在講 但是我從來沒有在乎這件事 因為我不覺得他們跟我是朋友 我覺得我老觀眾一定知道 我其實一直以來 我在我很多直播提過很多次這個話 就是在身邊你會分類成很多人 就好像一個高中有很多的小圈圈 然後有一些小圈圈 你永遠都不會有興趣 有些小圈圈其實你很想 你很想跟他們當朋友 可是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心裡是蠻難過的 好 哇這張意境很高 這什麼意思我看不懂 但這個有人能解釋給我聽嗎 玻璃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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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麗耶很漂亮 那看你怎麼解讀 當你脆弱的時候 就覺得他是要罵你玻璃青蛙 但當你內心堅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那些人是在說 你堅強得像個鑽石青蛙 最近有一個人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 罵了我一大堆 他說你明明就可以好好講話 但是為什麼你每次都這樣 對他說 你明明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 你平常明明邏輯也都很好 你都也知道事情應該怎麼做 但你知道嗎 他我花了很大的力氣 想要幫你解釋這些事情 可是我真的覺得 你為什麼我自己不能講清楚 他我就趕快就 0秒就立刻回應 看到就立刻回應 因為我心裡真的覺得 他一邊是罵我 可是是帶著愛的罵我 說我長得像黃世修 所以他就生氣 是一樣的邏輯嗎 大家都覺得我是為了某一件事情觸發 也就為了那個單一事情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 昨天其實有一個 看到一篇文章 他其實是在講說 大意是在講 就是說 我除了就是主歡樂無法黨 跟很不成功的監督了大巨蛋之外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有點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廚房是真的很熱 但我絕對不是只有炒這兩道菜而已 我想我的團隊 應該都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老闆這邊 這一票 不用不用不用 下午已經都擁抱過了 那你覺得這個青蛙可愛 通常這麼漂亮的青蛙一定有毒 不要亂摸好不好 可能會對你們造成 重大的肉體跟心靈上的一些傷害 我個人的看法是 你是一個很纖細的人 在政治工作裡面 這種東西是優點 但是 又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特別是對於 這個 你本人 來說 但對於周邊 跟你接觸的人 來說的話 在政治工作裡面 你的這個纖細 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 助力 對 講那麼好聽 少在那邊騙我 沒有 不是 我覺得是真的 對 但對你自己來說 可能會有很強的副作用 對 好 鼓掌 好 以前進入擁抱階段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印象 現在還有 沒有 現在還有 不錯 真的有壯臉 乾白癡喔 其實我現在已經把我手機的 Facebook 跟 我平板上的Facebook的提醒 全部關掉 但軟體沒有刪掉 我還是會上去看 但是我現在把提醒全部都關掉 我為什麼會關掉呢 是因為 禮拜六的凌晨 我在抓訪的時候 明天四點鐘 我在抓訪的時候 然後 我有一個助理 他發神經 他用心 他發現 他發現我在發瘋 他發現我在發瘋 然後我突然發現呢 發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以大概每 兩到三秒一次 出現 一直有人在按我 所有過去就文的讚 按到一個爆炸 然後呢 我接下來開始瘋狂的 你知道 我的那個提醒訊號 都是 某某人叉叉叉叉叉 按讚 按什麼什麼 按讚 我完全已經看不到其他的東西了 他就這樣子給我洗了 30分鐘 30分鐘我發現這件事情 起床我一開始想說 這個人是在幹嘛 我一開始沒意料 意識到 我突然直接意識到說 這件事情已經過了大概 20 30分鐘過去了 所以我馬上去跟他講說 你給我去睡覺 他就說你先睡 真心相愛 對 對 不離不棄 而且你去睡覺之後 你一直在線上 所以我不確定你是 真的去睡了 還是你在發文畢業的大招 我一直滑到四點 好啦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我會 我會 那個 你可以先睡覺 你可以說不同專業寫書 你可以去比如說睡眠中心啊 或者是像 你可以去色情按摩 喔 精油 好 今天就這樣子了 擁抱環節 把他一個一個過去 唉唷 剛不游了 好 瑞希 抱歉 瑞希 瑞希 只要在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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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